国家一线队的小将 之间的对阵 都是18岁小将 在正手的位置上 本来像棋盘突然之间的一个改变 给了余子洋的机会 大球 余子洋的这种发球 给刘丁硕的正手七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不过呢 刚才突然之间的一个反手的发力 1比1 好球 再次 由于是 余子洋是 左手 所以不像刘丁硕和周启豪 打到正手的时候呢 是一个双方的正手对攻 在对攻的过程当中呢 刘丁硕这方面要傻傻差了一点 但是你看现在 正好相反了 为什么相反呢 因为刘丁硕他的强项在于他的反手 而 余子洋 是左手 在双方斜线对攻的时候呢 双方赶成打直线 又是对攻 余子洋感觉到非常的无奈 就是非常不巧 不巧在哪呢 刘丁硕的 长相在于他的反手 而不是正手 他的反手正好 对上了余子洋的正手 而余子洋的 先看 而余子洋的正手呢 在对反手的时候呢 刘丁硕的反手 又对他的正手形成了很好的压制 而余余子洋的正手和反手呢 并不能够对刘丁硕的正手 构成限制 刚才回球的线路 稍稍靠近台一些 刘丁硕的反手第一顶 出台了 刘丁硕的发球 漂亮 侧身 侧身正手 与余子洋的正手的对攻 就不占有优势了 好球 把球打到余子洋的左手的 正手的进台 余子洋突然之间的一个起板 但是刘丁硕的反手啊 绝对是他的优势 所以也是给了 余子洋很大的考验 反手 刘丁硕反手并不是 放高球的优势 一定是对攻的优势 所以一旦逼到刘丁硕反手 放高球 这个球 刘子洋就占有很大优势 5比5 好球 好球 突然之间侧身起板 余子洋 反手并不是 这种提拉 而是变相的抽 抽板 反抽 刘丁硕需要适应快速的适应这种节奏 好球 突然之间侧身起板 尽管我们刚才说的 刘丁硕的反手拧拉 是他的长相 但是与正手的这种提拉和抽球相比 当然是正手 力量更凶猛 只不过只有是由于 如果双方都是右手 都是打到双方正手进攻的话呢 双方正手对抽起来 刘丁硕稍稍差了一些 但是 与左手选手相比来讲 他的正手 和对手的 对方的左手相比 也是具有很大的优势 余子洋 罢球 好球 进来 好球 看着好像是一个机会 但是这个球呢 是抽出界了 7比7 又是反手和对手 正手之间的直接对话 8比7 8比7 一 这种反手不是简简单单的拧拉了 而是中长台的一个突然之间的加力 所以山东级选手啊 真的 他的反手是变化多端了 进台有拧拉 中长台有那种 发力 9比7 你看 7比10 7比10 落后 13比11 反超的比赛 相信他心里就会更加有底 所以啊 这个球 满个满 让我们看到 从 画面来看 从场面的动作来看 也是 示意 刘丁硕 你的反手要更加变化多端一些 如果不能够很好的限制住刘丁硕的反手的话 余子阳从第一局的比赛进程来看啊 是没有更多的方法了 两位国家队一线球员之间的较量 余子阳的左手胡轩球 和天津的另外一位小将 魏氏浩的左手胡轩又明显的不同 往往在海外效力的球员 他们的动作 他们的打法 更加的诡异 就是我们说的加双眼号的花蕾胡哨 可能会给郑规军的 中国这些球员的打法 带来更多的压力 但是像这种 像余子阳的 左手横高胡拳球的打法 就是太过常规了 可刘丁硕正好撞上了 金王 金王 连续的双方的进王 鱼子阳突然之间的起板 好球对拉 哎呀 柳丁硕的侧身位置 与余子阳的正手位置的最拉 失误 拧拉 余子阳 左手反手也有个拧拉 我们第一局比赛就说了 柳丁硕尽管他的正手与反手相比呢 稍稍弱一些 但是但那是只相对于 同样是右手持板的 这种正手的对拉 而拉到 与左手持板的 余子阳的反手的时候 当然还是正手占有很大的优势 而现在呢 刘丁硕的正手又是带有很明显的压制住 余子阳的 反手压制住余子阳的正手的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尽管比分是3比2 但是刘丁硕呢 还是很好地控制了比赛的节奏 4比2 就是这样的一个打法 球风相克 发到正手进台 余子阳一个反手到正手的位置的一个小拧拉 刘丁硕直接回给对方正手 对方已经是来不及了 好 1比0的取得领先的刘丁硕 现在第二局是5比2领先 球风方面 已经对余子阳产生很大的意志和克制 终于是拿回一分 这一分的取得是把球打到刘丁硕的中路 5比3领先 刘丁硕发球 发球的变化 刘丁硕这名球员从现在的进程来看 一旦是打顺的话 他的节奏还是能够很好的掌控住场上的局面 什么球都有了 正手进台的这种棋板 这种棋板呢 本来应该是稍稍有点软 但是还能够连续的进攻 正手进攻 7比3 好 这样来看 余子阳已经放弃了 第二局比赛也是放弃了 3比8落后 因为现在 他确实找不到很好的方法 你看 回到对方正手 余子阳的突然之间的发力 对上正对上刘丁硕的非常漂亮的反手 刘丁硕的反手不光是有拧拉呀 还有快速的这种应变 刘丁硕也是回过身来 对着马哥马之道这边 哎呦 放弃了 余子阳是放弃了第二局 刘丁硕对卫士号 第五局的比赛 安徽队的刘丁硕 右手红花消球的打法 曾经是2013年世界大型的男单冠军 这是在深圳举行的世界大用 2014年全国锦标赛的混双的亚军 是一名老将 24岁就可以称为是老将了 我们知道这个排阵布阵呢 本来消球手对刘丁硕是具有很大的抑制和克制作用 因为刘丁硕在第一个主场对朱世贺的消球打法当中明显的不适应 也是与刚才刘丁硕的这个比赛场上的局面相仿 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比赛 怎么打怎么不行 现在是卫士浩对刘毅 18岁的小将卫士浩 待会儿在第五场 决战当中 对阵对方的老将刘毅 如果这场比赛 天津海队能够反败为胜的话 那么他们将的他们的排名将进入前四 无论另外几场比分的怎么样的变化 另外几场 男团比赛比分如何的变化 小李待会儿跟我们看看正在进行的另外几场比赛 好的 第三局比赛 余紫阳 二比零 稍稍见缓 对零手发球 正手进网 余紫阳在接球的过程当中已经出现了变化了 不是搓 也不是拧拉 而是在用自己的正手 进行一刮 又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余紫阳在接球的过程当中已经出现了变化了 余紫阳在接球的过程当中已经出现了变化了 现在正手的位置改成刘丁硕的拧拉了 余紫阳在接球的过程当中已经出现了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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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球也是出现了旋转的变化 被刘丁克的反手 带来了很大的抑制 5比3 余紫阳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明显是放开了手脚 正手也不再用反手去到正手队上位置上去拧 而直接用正手来进行一挫一挡直线和反手斜线的进攻 好球 一旦进入刘丁硕的反手形成对攻的话 那就是刘丁硕的轨道了 刘丁硕的掌控6比4 4比6 刘丁硕的反手 已经预见到了余紫阳正手有可能在进往的抢攻 所以发了一个急速的下拳球 再一个急速 好球 连锥两分 6比6 雷丁硕 在比赛进行到6比6的时候 刘丁硕好像突然之间出现了小小的短路 2比4 加油 连锥两分 好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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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成8比8 双方正手的进台位置的小小的进台放短 刘丁说占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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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丁说总是出现这样一个长台反手有的时候的短路 好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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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比9 连续的反手对攻 突然之间的变到对方的正手 2比0领先的刘丁硕 第三局一直落后的不利局面下 把比分搬成了9比9 叫了暂停 阿里体育 优酷体育的网友朋友们 我们现在是在天津财经大学 为您现场直播 中国乒乓球超级联赛的第五轮 天津韩队主场对安徽比赛 现在进行到了第四场 前三场比赛安徽队是2比领先 第四场的第三局 刘丁硕9比9发球 正手摆短 突然之间的变现 反手失误把球挑出界外 10比9刘丁硕领先 赛点 到了盘点 哎呀 乒乓球运团的这种场上的 步伐的零力啊 这个球 你要好好看一下 哎呦 对 对 零丁硕 反手方面没有压制住 给对手非常轻易的变斜线的机会 双方的反手形成了快速对攻的局面 而并不是拉球 并不是对拉 哎呀 可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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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余子阳12比10 扳回一局 刚才已经到了一个盘点 我们利用这个休息时间来关注一下别的场次的比赛 嗯 在男团第五轮其他场次当中 嗯 现在已经 结束了 现在已经结束了 有这个山东卫桥 在主场啊干净利落的以3比0 战胜了四川长虹佑康俱乐部 嗯 巴州海润俱乐部 在主场以3比2 战胜了上海中兴乒乓球俱乐部 嗯 哦 现在看来是只有天津这场没有完赛了 其他的全都完赛了 大连那边呢 嗯 还有江苏市在主场以1比3 不敌山东鲁能俱乐部 嗯 还有深圳保安明金海俱乐部 嗯 嗯 0比3 输给了八一大商俱乐部 我们下一个课场是打八一 下一个也就是下周二 下周二将去到大连 对阵八一 那场比赛对于天津队也是非常难打的比赛 随后11月份天津队主场将迎来众多强敌 小李也是赢来这个众多国手的机会 哈哈哈哈 天津的球迷非常的幸运 小李 小李据说 天津有众多对手国手对阵的时候那个票已经卖得相当的好了啊 对对对 天津 天津如果有想来天津出场看球的球迷 咱们可以在这个网络的票物上面去购票 在线购票 现在所有的城市都是可以预售的 可以在网上订票 对 荣若的票物啊 目前看来是有马龙的那场比赛卖的是最好的 有马龙的比赛 有马龙的错误了 对攻 好球 4比0 24岁的刘毅肖球手 在第五场的比赛当中对阵的是 小魏 魏氏浩 这是两位曾经的青年世界冠军之间的较量 刘毅曾经得到了2013年 在深圳举行的世界大群人运动会的冠军 而小魏呢 有过多年的海外刘洋的经验 去年在成运会的比赛当中 是获得了亚军 对攻 好球 左手弧圈球的余子阳 其实他个人的技战术的优势在于他发球 看看这个发球 有个小小的变化 但是衔接方面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 好像他的气势和意志已经完全的丢盔卸甲了 0比7 我们先看看决胜盘 卫氏浩对刘毅 来 5 1 刚才已经说了 他处于一个丢盔卸甲的 这样一个态势了 刘东说也是快马加鞭 发球的时候也明显加快了节奏 不给对方任何思考的机会 好球 侧身正手抢拉也出球了 余子阳1比9 球稍稍放慢了一些 一定说没有 判断对这个球的位置 所以打在了球帮上 10比2 对方也是没有判断对位置 打在了球帮上 10比2 完了 丢盔卸甲 丢盔卸甲 这个球帮也要 就不给你 说 是